来关注房贷方面消息 8月31号是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的最后期限 8月12号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和储蓄银行 期期发布关于存量浮动利率 个人住房贷款定价基准批量转换LPR的公告 公告均表示 对符合转换条件 但尚未办理转换的 存量浮动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定价基准批量转换为LPR 直白点就是 你没说不转 就统一转换 针对购房者的疑惑 依据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岳晋认为 第一 央行已经好几年没有公布基准利率了 后续的所谓基准利率就是LPR 也叫基础利率 一切要朝LPR进行调整 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导向 第二 购房者后续被默认调整后 未来的月供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 其实和过去的月供还款情况差不多 所以不必过于担心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咔咔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